猜猜看过去一年什么样的商品在全年一军突起 卖得比过去22年都好 但多数人买它不会自用 却是拿来送你 答案是汤圆 冬至期间数千人通过全年PSGO分批取货 再转正的功能 将线上买来的汤圆转正给LINE 或Facebook Messenger的亲友 各自就见到门市取货 脑乎乎的汤圆下肚 全年业绩冲高 一票票被点名Sorry的亲友 也并进了PSGO的会员名单 到底全年是用什么样的策略 让销售创下历史新高 今天就让美的商业带你一探究竟吧 焦点观点plus steady commercial美的商业 十分钟交流一个商业观点 我是阿峰 我们今天的报道来源是刊登在 在2020年2月25号 蔡季梅所撰写 并刊登在未来商务产业焦点的全年PSGO 串起的1000家电商军团 如何让这项商品销售创下历史新高 现在电商的趋势就是主业带来流量 周边创造利润 而全年则是以电为核心创造利润 2019年全年营收达1300亿元 门市数突破1000家 台湾将近八成的家庭 开车十分钟内一定能找到一家全年超市 规模壮大之际全年扎根许久的三阶段数位转型 名枪旗袍 第一阶段 推出自有行动支付 PXPAY 半年累积500万次下载 其中65%使用者超过40岁 反映以婆婆妈妈为主的消费客群 第二阶段 是去年11月间 全年PSGO App官网上线 与既有的全年行动会员App PSPAY帐号互通 也可以直接绑定全年福利卡 活用线上预购 分批取货 宅配等功能 在线上线下消费都能累积点数 全年副总谢见男生之 让对手都望尘莫及的 独到优势就在这将近千家的门市中 比方便性 全年不敌超商 但却优于量饭店 比品项丰富度 全年不及量饭店 却大声超商 比价格宅配速度 不一定拼得过大型电商平台 但全台签加数量 遍布街头巷尾 与消费者生活关系紧密 就能就近配货取货 或是会员的储物柜 冰箱也是发货仓库 全年的线上购物网站 特别设有分批取货专区 如何办到呢 全年发现消费者使用PX Go 购物时超过九成会选择分批取货 用一次性的优惠价格购买商品 但不一次拿完货 而是把剩余部分寄放在跨店分次领取 全年预期在将服务每天为每家门市 带进十名来客 取货同时 渴望再追加其他消费 全年副董谢建南表示 不只在统一超商和85度C 他也曾任博克兰与乐天董事长多年 对电商并不陌生 他多次提到 全年要提供类似阿里巴巴 和马先生的班的新零售服务 以电为核心 大街小巷发货 转型的第三阶段 预计今年上路的实体电商服务 虽然全年尚未公布具体内容 但可以确信 未来消费者下单时 选择自取货宅配 应该能同步查看 各门市库存状况 避免付了钱却无法取货 竞争者四面八方 全年决策的两大挑战 9AAPP董事长何英奇认为 谢建南的策略 发挥了原有的采购 与一千家电优势 同时融合零售、电商 全年是一个跨界 并超越现状的新竞争策略 而另一决战点 就是生鲜宅配领域 随着Momo、Peace Young 甚至是全家、佳乐福 都着手发展生鲜电商 全年有完善的生鲜工程 最靠近最后一里路 众业者身处不同起跑向线 就看谁能抢到先机 好的 今天的美类商业就到这边 线上四位旗家的河马先生 配合是阿里巴巴 总是数据 本来就有完善的物流系统 但全年的核心是实体 看重消费者来电 未来随着实体电商上路 对内考验全年的库存管理 财快系统串接 对外物流合作伙伴 能否满足短程激动的 城市配送需求 都将是关键指标 最后想邀请每一位 对新创、商业、科技 有兴趣的朋友们 欢迎点击资讯栏连结 加入焦点观点Plus社团 让我们一起讨论世界商业生态 焦点观点Plus Daily commercial 美丽商业 十分钟交流一个商业观点 我们下次见 拜拜